hay hey 哈喽,大家早上好 现在下午来了 Happy New Year,祝大家 其实还没有到农年了 农年是2月4号才过农年啊 现在还是卯年就是肚子年啊 所以还没有过年 但是 西历的话呢 英历的话就是过新年哦 Happy New Year 昨天有去countdown吗 有没有去倒数 我是没有了 我在家雇孩子 我的孩子磕瘦了 很严重啊 磕到磕瘦到偶啊 非常严重啊 所以昨天在家 雇孩子 来今天我们来批一个八字 他的问题是各位老师好 我想请问明年2024年的婚姻 他讲的分居两年 亦有一子谢谢 具体他没有讲清楚 他要问什么 他只是想说 他想知道他的婚姻 然后呢 他说他已经分居 所以我也不知道他想问什么 然后我们再看他一些留言 哇87个留言 太多了 不可以看完 所以 我们就 看呢 看他的这个什么 因缘吧 可能他是问说 几时会有第二存吧 然后他的本命八字呢 是辛亥 然后呢 认生 然后呢 认子 然后呢 认趣 从这个八字 我们就知道呢 其实他的这个因缘呢 是非常的难 可以遇到的 为什么 因为润水的话 我克者为财嘛 财的话 天干的财 就是丙火 还有一个丁火 然后呢 地支的财呢 就是一个 呃 五火 还有一个四火 对不对 我们先看 丙火的话 冰丁 冰心盒 不能用 丁的话 丁刃盒 不能用 五的话 可以 火生土 生金生水 OK 然后四的话 四神盒 不可以 所以我们知道呢 他 四个财运里面 他只能用一个 所以呢 他这个人呢 他的因缘 本来呢 就是非常的 不怎么样了的 所以呢 他现在说 他分居了 就是 有老婆 便没有老婆 如果他想问 几时会再遇到因缘呢 我们就要看他接下来的流年 现在他39岁 走着丙城的大运 丙城的话 今年是雾鬼 雾鬼的话 接下来呢 二四 二五 二六 二六是丙五 那么很简单 他下一次的因缘呢 就会在丙五年 就是2026 这个马年的时候 就会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丙五的时候呢 天干 虽然是丙星合 但是地支 他的五火出现 所以呢 当天干和地支 同时出现的时候呢 我们就以地支为 判断的依据 所以只要他在2026年 丙五年的时候 有把握到呢 那么这个因缘 他就拿到 反之 如果他把握不到 他不要的话 这样也没有办法 因为八支 只是能给你知道一个运气 你没有的东西 几时会有 但是当你有的时候 你受到别人影响 或者你自己 就是说 没有去把握的话 有他也会是变没有的 好吗 这个才是真正的八支 八支不是神仙术 不是说什么都能够比 但是就能批到说 你在哪一个时间段 你的财运 你的因缘几时会出现 那么呢 这一位命主呢 他的因缘呢 就会在2026年的时候出现了 所以到最后 还是要看回他自己 OK吗 所以今天这个八支 我们就批到这里 祝 祝大家 Happy New Year And then 元亨利争 什么叫元亨利争 以前的年代呢 人家 就是说 古老的时候呢 是没有公喜发财 没有 财源广进 没有生意兴隆的 都是元亨利争的 所以我们 研究 读易经的人呢 我们祝人的时候 就是祝福 元亨利争 身体健康 谢谢各位 下次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